当20多名中国警察包围杨斌的房子并入户搜寻不久前开始在他家暂住的来客时,杨斌正在家里。 警察一拥而入,在楼上发现了他们的嫌疑人并将其逮捕,结束了长达一周的追捕。 警方还拘留了杨斌进行讯问。 他们想知道,徐志勇作为中国最直言不讳的政府批评者之一,是如何向他这个曾任政府检察官的共产党员寻求庇护的。 对杨斌来说事情的转折颇具讽刺意味。 以前工作时,他曾把死球押送到中国南方城市广州的一个派出所,那里离他眼下接受审讯的地方不远。 这一次他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警方还带走了他的丈夫和20岁的儿子。 即使你把我放在这个审讯室里面,我内心却信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 50岁的杨斌后来和家人一起获释,他最近在广州郊区农村海欧岛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很多人看到这个体制的强大,我只看。